好的,我们接第二条视频啊 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这个位置我们原来的 176帧给它均匀剪到了128帧 均匀剪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只在这一行里边剪啊 同学们 176变128 只在这一行里边就给它剪掉 明白了吗 剪掉多余的帧数之后 一定要均匀的剪啊 你隔那么大概56帧或者78帧 10帧左右剪,可别隔一帧就剪啊 都剪在一堆里边就不好看了啊 好,剪完了之后 这128帧 我们按照怎样的花纹排列来进行的呢 给大家看啊 有一块东西它叫排花 同学们看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 正身排花节子 同学们看见了吗 现在就截这张图啊 正身排花这个图啊 好了 正身排花是什么 我们中间34帧安排的是双波浪凤尾针 看到了吗 双波浪的凤尾针 两边的都是正帧啊 包括后背也是双波浪凤尾针 你看 看到了吗 后背也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我们做什么啦 我们将这128帧啊 向上 向上 环形枝了 但是 同学啊 我听说我不会枝那花纹 来看 双波浪凤尾针 看到这几个字了吗 直接截图就好了 好 实际上它也是有 正针和反针组成的啊 你看 正针这一行都在加针 然后到中间这是减针的位置啊 看到了吗 然后呢 你看 它这两头实际上有减的 减针减针减针 这是加针 这边减了三针 这边减了啊 六针 一共减了12针 这所有的小空脸是加出了12针 明白了吗 啊 结合刚才给你的那张截图 你就能够理解这一行的意思了啊 加完针和减完针之后 下一行全都是正针 然后又反正反 又开始了下一轮的这个花纹 简单着呢啊 这花纹 如果你织一次就会迷恋上它 如果直接让你看图 你可能还会觉得 哎呦多难呀 但是刚刚只要几句给你讲解一下 你就要立刻明白了 对不对 只要记住 你在 你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一行 你不会 但是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啊 无论你是加完针还是减完针 你所有的针数 总针数没变 这才对 你别加完以后 最后一看总针数 你不是那么多 你多了或少了都不可以 明白了吗 再强调一遍啊 你两侧 这个位置啊 一共其实是六针啊 你六针 这两侧都是 二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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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六针并成了三针 注意了 六针并成三针 你就少了三针 对不对 少了三针 你干嘛呢 你在这加了三针 三个窟窿眼就是啊 一二三 这边也是一二三 好了 现在填平了 对不对 你针数又对了 但是你看 它这个嘛 还又加又多加出三针来 这数又多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中间这儿 你多加出左右 各多加的三针在这儿啊 它一共又 左右各多加三针 这是六针 但是这儿你看 它减了六针 所以只要这一行是均衡的 你才知正确了呢 所有的楼空花纹 同学们要记住啊 都要秉承着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特点啊 这也是顺便给大家讲了一下花纹啊 也就是我们在所有的楼空花纹的时候注意 你的这一行 甚至有的时候是要几行算下来啊 只要是它有加和减是一个非常均匀的比例 一个一边在削弱 一边在增长啊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它才能够让整个的这一行的针数是原始状态 这样才是真正的编织的这种楼空花纹的一个针地 大家记住一点啊 好了 向上织 按照你刚才的整体排花 向上一织 环形在织啊 这多高了呢 我们需要一共向上给它织了18厘米 总的高度哈 18厘米织完后 看啊 正中间的帧数啊 我们这时候一共给它取了34帧啊 这34帧同学们看 我们要干什么呢 要给它平留 为什么要平留 因为我们还有下一个环节 要给它做领子的 对不对 所以尽管我写的是减34帧 但是你要给它直接穿在你的支针上 或者是你要没有支针的话 你就要在这个其他的毛线上啊 给它穿过来 给它系上 松松的系 千万别系紧 系紧了的话 你这两边全都乱了啊 好 然后我们怎样处理它呢 这时候啊 我们就剩下左右的帧数了 对不对啊 这儿你都平留了 左右帧数依然向上 指着支啊 但是这时候注意 你现在已经变成了整个大片支 开始你还还行呢 但是在这儿 做了一个流针的一个工作之后 你就整个大片啊 从这头往返往返的支了啊 一共支8厘米 从你这个位置开始 平留34帧到向上啊 你要往返向上支8厘米 好了 支完8厘米之后 就迎来了你们最头疼的这个简易下啊 所有人都怕这活 对不对 就是分针 没关系 我会详细的给你讲啊 都不用害怕 下一个教程 这一部分 为你讲解 一定要注意看哦